那其实前两天呢 我就吐槽过真人版的大套儿子和小头爸爸 说这个小头爸爸的人设极惨 就因为半夜打呼喽 倒好像没让这一家老小给送走喽 又是让他喝带有仙球饮的洗脚水 又是被迫佩戴电机手环等等等等 反正这一套下来都好像没把大哥给折腾死 这没看过的小可爱可以去见随一下 而咱本期呢说的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小头爸爸的家庭地位说实在是太低了 那低到什么程度 可以说是纯纯被微裙妈妈是当成了挣钱工具来看待 那是一点发言权都没有 而这一切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还且听过是微微到来 就是有这么一天呢 他们小区筹备这个马拉松比赛 每家每户都得出一个壮丁参赛 这胜利者呢还得代表了小区去参加世纪比赛 那当然了这玩意全凭自愿 你要实在不想去的话 就人家也不能拿刀逼你 就所以说呢咱小头压根就没想去 讲话了我这成天朝九晚五的上班就已经够累的了 没事还得陪这个领导师喝酒应酬去 我这副身体早就已经折腾不动了 但是奈何早在他回来之前 这围裙妈妈就已经把这事给定下来了 讲话了你的意见啊 限入金已经不重要了 你要实在跑不动的话啊 咱到时候就走个过场 就故意输给别人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啊 我主要吧是想通过这次机会啊 就让你教会大头什么叫做重赛参与 那虽说呀这个办法不错啊 但是你也架不住说别人做的比他还绝 统共呢四个人去报名参赛啊 他是奔着输去的 而其他三个则是奔着退赛去的 那吧当天集体请假呀 说肚子疼啊就来都来不了 就所以说咱小头啊 那自然就是不战而胜了 而这获胜者呀 就代表着要去参加世纪比赛 那大家伙本以为呀 说参加这种程度的马拉松 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但其实不然 说这次的活动呢 不仅奖金非常的丰厚 那甚至当天的时候 还准备安排媒体呢 是全程采访 咱说这可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那更何况啊 在听到有钱赚了以后 咱围裙妈妈的眼珠子 就已经是冒绿光了 那当然了 这咱都可以理解 是不是上啊 就锻炼身体的同时 还能挣到外快 说贴补家用 这何乐不为呢 但是慢慢的 就等这事传开了以后 说他就有点变味了 先是这个围裙妈妈的妹妹啊 就花裙来征求广告位 说他有一个朋友 开发了一款手机啊 到时候我姐夫啊 只需要在跑步的过程中 是拿他打了电话 让这个媒体拍到 你手持电话的样子 哎 这事就成了 说广告费也就到手了 那么众所周知啊 这常跑的时候 说呼吸节奏很重要 你这中途要求打电话 这节奏基本上就乱了 到时候跑叉气了以后 你说那多难受 我这是 但是这围裙妈妈啊 却并不这么想 姐 人家给钱 多少钱 行 就这么定 这个代言 我们接了 什么就接了 我还没同意呢 我同意了 家花的多串两口的话 你就能多挣不少钱呢 老公啊 你这叉气算啥呀 能不能克服一下 这人 那这样啊 就这还没完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那紧接着呀 这个居委会找的小头啊 说有这么一家轮胎公司 也想在你的身上投广告 要求是啊 需要选手扛着他们所生产的轮胎 那是泡完全成 咱说这马拉松秒愿负重跑啊 还是马拉负重跑 就其难易程度也是可想而知 那别人都是左手一只鸡 说右手一只家 那是开开心心回娘家 他是左手米其林 说右手诺基亚 泡完以后心脏 直接放下 那正常人呢 肯定不能让自己老公说受这委屈 受这苦是不是 但是围裙可以 讲话了能不能克服一下 能挣不老少钱呢 这是啊 所以说我严重怀疑他 有点想换老伴了 他从来不担心呢 这个小头能不能受得了啊 他只关心这个广告费的金额 说到底是多少 雷阿姨雷阿姨 雷阿姨这多少钱呢 他说给的钱不多 反正到时候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啥的 肯定购女老公出病了 就在那以后呢 这围裙呢 跟老头爷爷就跟掉钱眼里了一样 就整个一钱穿的成精了 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 甚至把广告商啊 都约到了家里说统一会谈 这场面啊 也是积极的混乱 那为此呢 原来卖鞋的厂商啊 都差点是打起来 一个说我家些点厚啊 有弹性选我家 一个说我家些点薄够松软 说选我家 那微信妈妈见证之后 我当即就表示说 说你俩不用争了啊 说你俩谁也跑不了 我全要 那到时候呢 我们小头只需要一只脚 说穿上一只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而且我还能挣到两份钱 是啊 那钱是挣到手了 但是他妈的跑起来 一边高一边低 他也在位啊 就知道的 你们这是资源的最大花利用 就不知道的 海维脑尾酸 坏者的康复性训练的 这是人 那要是按照你这么整的话 他长两只脚 怕是长少了 那实在不行的话 就连夜再跟这个罗志祥 是借上几条 那再然后呢 就更过分了 秉承了宁杀错 不放过的精神 这老头爷爷跟围裙妈妈 竟在小区的公园里 那是做起了拍卖 拍卖小头爸爸 这浑身上下的所有零件 那当然了 肯定不是器官贩卖 而是这个身体各个部位的使用权 就比方说 你是卖帽子的厂家 你想打广告的话 就得争夺头部的使用权 卖运动服的 就得争夺上半身的使用权 这架高者得出童手无期 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连哭啥子的使用权都卖出去了 并且广告方要求说 当天跑步的时候 必须露一次哭啥子 开玩笑 但大体就是这么个意思 咱说拿他挣钱 都已经不算啥了 说现如今都已经把他是当成商品 那是光明正大的是网出卖了 而且这全程啊 都没有征求过小偷爸爸的同意 那就咱说就这么个家庭地位 就连大头儿子他都看不过去了 嘿我说 这不都是给我用的吗 怎么跟我没关系 给我看看 别乱动 我这都理好顺序了 去去去一把呆着 小偷爸爸真可怜 小偷爷爷和微信妈妈 就像小区保安叔叔 跟那个流浪狗似的 你怎么说话呢 怎么能拿自己的爸爸 跟流浪狗比呢 你听到这个爸爸 不说多话了 你还不如那个流浪狗呢 你怎么能把小偷爸爸 跟那个流浪狗似相提并混呢 你不知道小偷爸爸的前身是萧天犬吗 那是普通流浪狗说能比得上的吗 那再然后呢 这俩人呢多少就有点入戏了 就自动是晋升成小偷的经纪人了 那成天呢 是饭也不做了 说娃也不带了 只睁开两眼珠子 就是签各种的合同 这小偷要是饿了的话 就只能是订外卖了 那不知道待会儿啊 有没有发现 这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跑马拉松的初衷就已经变了 还说什么想教育大头 说重在参与的道理 但我看你们教的是瘦斗流皮 说验过拔毛之计 还差不多 那最后的最后啊 给大家伙儿啊 再看看小偷的形象 最终形象 那正所谓的鸳鸭鞋 黄尾衣 头发越短越牛逼 绿色的帽子 银色的手机 这造型好像会开纳 不隐气死体 那现实今呢 这健康轮胎都已经不算啥了 这手里啊 还拎着一袋化肥呢 是边跑边往处洒 就这圈挂在脖子上的包子呢 就更是了 是不是啊 韭菜鸡蛋馅了 说一天呢 还往处躺躺的呢 就咱说真是傻广告 他俩都感激 就这画面 怎么给我一种 往墙上疯狂贴销广告的 及时感呢 而咱小偷爸爸 就是那面毫无人权 说只能任人摆布的墙 那完事以后呢 这比赛的结果呀 也是可想而知 这没跑两步啊 小偷爸爸就摔了一个狗吃屎 那然而呢 当这个围裙妈妈 跟老头爷爷知道这事了以后啊 这第一反应 并不是心疼小偷 说问问他有没有摔坏啥的 而是开始担心起了 违约筋的问题 小偷啊 那是摔了一个标准的狗吃屎 马路上那人笑的哟 这脸丢死 完了完了完了 这回可惹了大事了 这能有什么事啊 我丢人 您不用担心 我脸皮好 没关系 脸皮再厚也没有用咯 咱们跟人家商家签的是 必须跑完全程 你这这是 否则这就算违约 还得罚款 这 你们怎么能这么签合同呢 不是 谁能想到你跑不下来 就可怜了咱们的小偷吧 这全程是稀里糊涂的 就最后不仅前媒正着 说落着瞒面 还得背负着巨额的债款 你说这是亲媳妇 跟亲爹能干出来的事吗 这是 那不过好在 就因为小偷爸爸说摔跤的样子 被人拍了下来 再加上说奇装异服的形象 很是强眼 就所以说被人做成了鬼出视频 就发到网上了以后呢 瞬间就爆火了 也算是变相完成了 各大广告商的推广目的 就这才是勉强的逃过一劫 对微信妈妈见状之后 很是高兴 就讲话了 不用赔钱 就是万幸了 是不是上 那殊不知 他老公早就已经因此 被定在了赤柱上 那是受万人耻笑 奔派完 那其实这部剧呢 大部分的剧集都是没啥问题的 就是有那么单懵几集 就最后没有把道理说明白而已 不像疯狂小唐那种纯烂片 他不仅没有营养 就甚至还有点牙衬 你知道吧 甚至还不好吸收 就他不一样 新视频呢就就到这了 这喜欢的小可爱 也别忘了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一波 那么在这儿 我也是感谢